关朱冠蒙殉职 朱妈妈相当的悲痛 她当着空军的面表示 朱冠蒙早说过 F5早晚出问题 甚至她还崩溃大喊 零件你们不会换吗 你们会冒着危险去开吗 如果还有下一位遗憾的话 她会代替朱冠蒙 去跳台东的海 她说不这样子 大家不重视F5的问题 这遗憾多少人要去承受 宝贝儿子就这样没了 朱妈妈她情绪很激动 悲痛晚分 镜头前殉职飞官朱冠蒙的妈妈 双手靠着脸激动向媒体喊话 字字句句都在控诉 军方不重视飞行员的人事安危 下一位遗憾的话 我会替冠蒙去跳你们台东的海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还是忍不住落泪 朱冠蒙的妈妈情绪激动 认为儿子一直承受飞行压力 丧子的悲痛也让朱爸爸 对军方说种话 朱冠蒙意外殉职 家属难以接受 直至战机过于老旧才害儿子没了命 这款F-51战斗机是民国62年到民国75年 台美共同合作在台湾生产的MIT战斗机 服役47年来至今已经发生28起飞行事故 造成22位飞官因此殉职 飞机好不好是不是老旧 我愿意说我非常喜欢F-51 假如今天国防部认为我还合格 让我选择我愿意去飞F-51 当然我们期望国际国造 进度能够完成 我不认为飞机老旧 也不认为他们的飞行训练不恰当 像F-51现在也是即将面临淘汰 在往后几年之后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要把库存战备掉 真的要拿出来用 虽然F-51已经是R工级的战斗机 但在新型高轿机 还没正式加入空军之前 所有飞官想驾驶二代战机 都得飞过F-5战机 空军后勤维修保养 只能再加把劲 别让家属的眼泪白流 记者姚家鼎 徐国豪 台北报道